过上门告直销 主打产品 产品 大菜刀 今天就选这一家来推销 真好客呀 大哥 我电话是朗朗结婚 你咋来干这事的 只要不少人要啥都打走 不是大姐 你跪着干嘛呀 我不跪着我还爬着呀 大哥 你也把泪收起来呗 收起来 你是在侮辱我的职业吗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大哥 要啥你知事 咱们能不能不要这么直奔主题 先来让我介绍一下这把刀 大姐 请借我一根头发好吗 朗朗结也甭还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叫做吹毛钻发 大家注意看 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发生了 真的吹断了有没有 真的吹断了毛费有没有 我们现在再来做第二个实验 叫做消贴如宁 大姐 大姐 你们家有钢管吗 不用展示了 太吓人了 大哥 你就说你要多少钱 爽快啊 今天我们不要998 不要98 我们只有跌包价 9块8 给你10块 不用找了 这也太爽快了吧 大哥 其实你都不用 量出你的作案工具 就你这股气势主意 让我痛快了 什么作案工具啊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不是打结的吗 谁是打结的 我是麦德鸥的 什么数字吗 再见 麦德鸥的 哎呀我麦德鸥的 你给我打我什么玩 你吓我一老跳 哎呀那你背倒了 哎你背倒啊 哎呀 好剩今天也在这了 大哥 您那是头 我这是抢 您那比我有技术含量 真笑了啊 今天我头一回抢劫 开张大吉 哎呀我小姨还回来了 刚走一个又来一个 你烦不烦 大吉 我谁叫大吉 你还外地哄音 谁外地哄音了 啊 我是抢钱拿钱 我连货都没看清楚 你就让我拿钱呢 这什么玩意啊这是啊 都开认了知道啊 看个我新买的这个 比你那个哈 不好意思啊兄弟 你怎么换人了 爸还你 你知道我多些 姐买一来 姐姐 你可以侮辱我 但是你不能 藐视我的职业 我是一个抢劫的 不是卖倒的 抢劫 凭什么 就凭我想抢你呗 凭什么 通过今天这份 有点教育没 以后抢劫的道 要拿大 你来 拿着 开出所 大姐 投走之前 能答个要求吗 说 给我个眼呗 现在全球纪念不到 我一天不凑 浑身难受 快点走 要跟眼都没给我 这打结也太失败了 我们听听 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吧 其实从结构上来讲 我觉得很完整 小品很完整 但是 唯一我觉得可能从 你进来之后 最后的刀已经被他给缴械之后 结尾我觉得略微可能 我现在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 但是我觉得那个节奏有点掉下来 其实往往小品到最后的时候 一定要剧情和表演状态 应该更给力 更往整个的剧情往上推动 才能达到最后的一个很漂亮的收尾 我觉得最让观众就是 吸引的地方 还是说在意料之外 但是你们的对比的 这个表现的不够淋漓尽致 所以我看的相对来说 就是整个的表演比较平 也比较干 谢谢三位朋友老师 也谢谢我们第七二座和 排站 桌子休息 辛苦了 谢谢 谢谢